看見我們盧山基有這麼美好的天氣的時候 我們真是心裡要獻上感恩 過去的一個禮拜 我在加州中部的 Fresno 在那裡 有一個禮拜的服飾 有一個禮拜跟那個地方的宣教的團隊 他們不是出去 他們是在加州中部那邊有一塊很大的地 然後他們做這個水果乾 做這個peach dry fruit 就是把這個桃子把它乾燥以後 他們要送到貧窮 送到沒有食物吃的一些國家 雖然在加州中部 Fresno 那個地方 它平均溫度是98度到100度 我們在很大的太陽底下工作 但是那個工作雖然流汗 雖然很熱很辛苦 但是看見每一個好多的年輕人 在那個地方看見 哇 他們很努力地工作的時候 他們是領受了神 滿滿的愛在他們的身上 以後他們出去工作的時候 哇 帶著喜樂的心 帶著快樂 帶著重神領受的 這樣的一個恩典 他說我們要把愛傳出去 哇 真是看著這些年輕人 在這個大太陽底下 然後在那個工廠裡面 除了工作 當然還有很多分享 有很多小孩子 他們分享說他們來自破缺的家庭 來自有人身體很嚴重的疾病 但是他們在那裡工作的時候 卻領受神很大的恩典 他說我在這裡 感受到他們被神的愛充滿 哇 他們就很喜樂 就很喜樂 我為他們禱告 很多人也彼此禱告 很多人不認識的 因為來自不同的團體 在那個地方 大家彼此禱告的時候 很多孩子們 可能他們一生 他們都沒有經歷過 有不認識的人 他為他禱告 可能我們的英文也講得不好 但是我們為他禱告的時候 淚流滿面 真是看見神的愛就充滿在 雖然只有短短一個禮拜 每一個人帶著喜樂的心 在那裡服侍神 這是一個何等美好的畫面 好不好 今天早晨 可能我們也在我們的聖殿當中 雖然我們教會人很多 在我們的教會裡面 你可能只認識幾個人 但是好不好 我們也來為我們今天的崇拜來禱告 為我們所有今天在講台上 要傳講神的話語的牧者來禱告 包括今天台語堂是我們的主力傳道 在英文堂是Jacky 青蟲是信娘長老 為我們為我們的牧者一起來禱告 求神真是用聖靈高我們 每一個傳道人的口 他們所傳講的信息 帶著神的話語 好不好 如果你可以的話 你可以從桌上站立 好不好 我們只有幾分鐘的時間 我們就繞著我們的整個的會堂 你有想到的 你有聽見看見的 或是你為著每一個座位 那些將要進到聖殿敬拜神的人 神的指名 為他們祷告 求上帝真是預備我們的心 讓我們在這裡祷告的時候 求上帝在這裡讓我們領受 祂話語的時候 不真是領受我們也經歷 我們也活出來 我們也願意把這樣的愛傳出去 我們這幾分鐘的時間 我們一起來祷告 祝福今天早晨 我在祢面前献上我們的感恩 献上我們的讚美 献上我們一切的稱謝愛戴主 這都歸給祢 主 今天早晨我們就是來到祢面前 我們俯伏敬拜在祢的面前 因為祢知道我們原是不配的 但是主 我們來到祢面前 祢的保血已經遮蓋了我們的罪 使我們可以與祢和好 主 今天早晨為著我們整個的敬拜 我們整個的崇拜 我們從開始到末了 主 我們就歸在祢的面前 主 讓我們的心正式向祢來敞開 主 我們的心向祢來舉起 因為我們知道 主 我們原是屬祢的人 主 今天早晨就在祢的面前 主 讓我們願意開口 主 我願意祷告 主 我們願意聆聽祢的聲音的時候 主 祢聖靈繼續引導我們 安慰於我們 醫治我們 主 啊 謝謝祢 主 我願意把每一個堂會 傳講信息的牧師們 將他們交在祢手中 主 當祢帶領他們在這裡 釋放祢的信息的時候 那是帶著聖靈充滿的能力 在他們的身上 讓他們所傳講的成為 每一位在在座的 弟兄姐妹的祝福 主 謝謝祢與我們同在 謝謝祢讓我們知道 主 祢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 主 啊 謝謝祢 我們將今天的敬拜 完全恭敬仰望在祢手中 主 聖靈就在這個時候 就在這個時候 就充滿在我們每一個角落 謝謝主 與我們同在 祷告奉耶穌基督得生的名求 Amen 弟兄姐妹 平安 我們又在一起在這裡聚會 我們感謝主 神的愛就在我們當中 Amen 好 親愛的弟兄姐妹 讓我們一起來 一起來站立 我們一起來敬拜祂 因為神是配得我們的敬拜 神是配得我們的讚美的 讓我們一起喜樂來讚美祂 我們大聲的一起來敬拜祂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讓我們一起來拍唱好嗎 大聲敬拜 來 大聲敬拜 全心呼喊 全能的身旋 全能的身旋 你將立 全能的身 hoş 全能的身 quantum 祈得主慈愛的雙手 慈愛雙手 大能的榜貝 直到如今仍心神奇 祈得你的夜幕 別看顧著 你眼不別看顧著的 堅固你的耳裡 一滴造色隱形的成就 你眼不別看顧著的 聆聽我的聲音 祷告盼望 榮耀父親降臨 弟兄姐妹 讓我們彼此走動好不好 你告訴他 你找五位 你告訴他你是神所寶貝的 神要看顧著你 Hallelujah 神要看顧著你 神看顧我們的教會 神更要看顧我們的個人 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氣息 都是在乎於神 謝謝耶穌 Hallelujah 謝謝你 我們再次來大聲敬拜 大聲敬拜 全息呼喊 是的 全能的手 全能的神願意降臨 慈愛的雙手 慈愛的雙手 大聲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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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如今人心神聖 是的你的眼目 看顧著你 你眼目別看顧著你 全無你愛的 你眼目別看顧著你 全無你愛的 難民 爭的神很厲害 當如今偽美國 全能夠蒂拜 對 祿能嗎 神聖的美國 我舊敬拜 全能當尊起 一 Maine 我们必须要跟随你 神是我们的宝主 哈雷路亚 是我们的宝主 心者而又满意 祢定一样是负责的 哈雷路亚 是的 神主祢定是义 见故 前辈会再向你 哈雷路亚 我们必须要跟随你 神是我们的宝主 来 是我们的宝主 心者而又满意 祢定一样是负责的 哈雷路亚 是的耶稣 尊信祢的智力 更多的前辈会再向你 我们定义 我们必须要跟随你 我们再唱一遍 尼艳幕 尼艳幕 必看顾着你 尊顾你的耳里 你必找所依序的成就 尼艳幕 必看顾着你 你必须要跟随你 事得你的眼睛 尼艳幕 必看顾着你 尊顾你的耳里 你必找所依序的成就 阿里路亚 是的 耶稣所说的都是是的 阿里路亚 是的 祷告盼望 荣耀复兴降临 阿里路亚 是的 祷告盼望 都在于神 是的 神的荣耀就降临在这里 阿里路亚 让我们的心能够喜乐的 更多能够来敞开在祂的面前 因为上帝都知道祂看见了你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谢谢耶稣 我们将我们最大的掌声荣耀来归给我们的天父 谢谢亲爱的天父 阿里路亚 谢谢耶稣 阿里路亚 我们将最大的掌声归给我们的荣耀的父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谢谢祢 我们谢谢祢 谢谢耶稣的应许没有改变 我们也借着祂所赐的信心要充满我们的心力 因为主的恩典要来温暖祢 耶稣的爱是胜过狂风暴雨 祂的应许不离不弃 祂在风雨中要与你同行 我们一起来温暖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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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后的天空好像我的心 我们一起来温暖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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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能一起来温暖祢 我们一起来温暖祢 我们一起去温暖祢 祢在温暖祢 舍你应该温暖祢 祢在温暖祢 后的天空好像我的心 心中的眼睛看得好清晰 是谁对我不离不弃 风与宇宙与我同行 大风吹过了 我信心更坚定 紧紧抓住你每一个隐区 耶稣的爱胜过狂风暴雨 是我心灵的安宁 风雨中有耶稣 令我向前行 不怕风雨事后已起 小小洒洒洒 跌倒了再爬起 有平安在我心里 风雨中有耶稣 令我向前行 主的恩典温暖我心 沉睡主的脚步 越走越光明 雨后的天空最美丽 风雨中有耶稣 令我向前行 不怕风雨事后已起 小小洒洒 跌倒了再爬起 有平安在我心里 风雨中有耶稣 风雨中有耶稣 令我向前行 令我向前行 不怕风雨事后已起 小小洒洒洒 谢谢耶稣 是的 如果有了你 我们就不再惧怕 小小洒洒洒 跌倒了再爬起 有平安在我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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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雨中有耶稣 令我向前行 令我向前行 主的恩典温暖我心 沉睡主的脚步 越走越光明 你好的天空最美丽 跟随主的脚步 越走越光明 你好的天空最美丽 是的耶稣 谢谢耶稣如此爱我们 谢谢耶稣你是如此的爱我们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是的耶稣 让我们能够继续 能够来深深来渴慕你 深深来渴慕你 哈利路亚 谢谢你 哈利路亚 因为耶稣 你带领保守我们一天的生活 让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来到你的面前 深深来渴慕你 更深的能够来经历你 哈利路亚 见面 歌手 因为梦醒 就不会哭 因为人民 keen 就没通哭 只要走过arenth�ul dive 明白 祢靈于心只是荒芜 祢应许做我永远的福 我的名字你都记住 就算生命没有路 我还要跑向我的主 我渴望 我深深渴望 我一生能紧紧抓住主 我哪什么能报答你 却旋望藏在你隐蔽树 我渴望 我深深渴望 直到年老我还要赞美主 决心走向灾门释迦道路 何能满足 能够服侍耶稣 祢应许做我永远的福 祢应许做我永远的福 我 grenar illes穿过他们 我中十数的52� 我一生能紧紧抓住主 为我渴望 我深深渴望 前选我藏在你隐秘处 我渴慕 我深深渴慕 事到年了 我还要赞累住 切心走向灾门 释迦道路 何等满足 能够服侍耶稣 是的 唯有主 因为你为我们死而复生 如今你坐在天父的宝座右边 唯有主 你是我们的盼望 是的 耶稣 我感谢有你 感谢你 带我们进入 进入漫内 祝你为何要健全我 祝你为何那么爱我 没有想过爱那么多 不给主用 我一生怎么过 我渴慕 我深深渴慕 我一生能紧紧抓住你 我拿什么能报答你 全全我藏在你隐秘处 我渴慕 我深深渴慕 除了年老 我还要赞累住 切心走向灾门 释迦道路 我的满足 能够服侍耶稣 是的 求圣灵继续来充满我们 继续更多更多来充满我们 让我们恢复那起初的爱心和热心 谢谢耶稣 是的 主 我们求你 使我们清晨能够得听你 慈爱慈言 让我们继续来依靠你 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 因我的心来仰望你 主啊 我们同心合一来到你的面前 求你开我们的心眼 敞开在你的面前 主我们同心在你面前 一道高寻求你面 我们在你所有的恶心 我们在你所有的恶心 定义蛋蛋跟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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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位 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 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 求私下天生的心 求私下天生的心 我们要挥转向祢福神 只要看见福神 我们护求祢 妈妈 护生命的宝座在这里 一笔睁眼看刺耳垂涎 奉祖民的不求 万民的摇篮心满意 荣耀告知祢的生命 复兴着地 坚然地坚弯 我们欢迎祢 祝我们同心在祢面前 祝我们同心在祢面前 一道高寻求祢面 我们专利所有的恶心 敬意淡淡跟随祢 祝我们国家是属于祢 祝我们国家是属于祢 求祢来掌管全地 愿祢来怜悯一致这地 荣耀再次降临 我们都要求祢 我们都要求祢 阿爸福 这里 祢保座在这地 你闭闭正眼看刺耳垂涎 放逐你的火车 万民都要来敬拜祢 是的 荣耀高取祢的圣灵 是的 你要复兴这里 复兴祢自己的教会 荣耀这地 全能地坚弯 我们欢迎祢 我们都要求祢 阿爸福 我们都要求祢 阿爸福 我们都要求祢 阿爸福 你们都要求祢 阿爸 美 med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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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闭成眼看刺耳垂涎 牽火人嘮フ 阿爸 你你ㄱ哄啥 阿爸 你的家 对 你不求祢 万民都要来敬拜祢 万民都要来敬拜祢 祢疫 能要高齐地 cause 祢来都igning 你的胜利 便利 它们能够争 呼吸着你 全能抵振我 我们欢迎你 我们呼求你 阿爸父 舍利你保存在这地 你闭上眼看着吹蹄 奉祝你的宝珠 使得万民都要来敬拜你 万民都要来信埋你 荣耀过去你的生命 呼吸着你 全能抵振我 我们欢迎你 呼吸着你 全能抵振我 我们欢迎你 我们欢迎你 愿者有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 到前面请坐 好不好 我们在唱副歌的时候 我们在唱副歌的时候 因为每一个人 我们不求你 大大福 舍利你保座在这里 你的真言看策而坠地 奉祝你的福求 万民都要来敬拜你 荣耀高居你的生命 不信这地 全能的君王 我们欢迎你 不信这地 全能的君王 我们欢迎你 亲爱的父亲 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的心就完全全地被你得着 主啊 求你的圣灵就来到我们的当中 你来做医治 安慰 引导的工作 主啊 你拆毁那谎言跟伤害 拆毁欺骗的引擂 主 你要重新建立一个蒙福的心 在我们的当中 主啊 让我们不再用属世的标准 来判断世卑 主 也不再从人的口中的话语 来限制你 限制自己 跟随你的心 主 让我们行事不偏离你的法度 主 我们为人要遵循你的教会 凡事 主 你来引导带领我们 谢谢主 今天早晨 主 你用这样的诗歌 也是一样的信息 来对我们说话 主 我们就献上无一切的感谢 爱戴 承送 赞美 我们都归给你 谢谢主 我们同在 让今天早晨的敬拜 主 我们都恭敬归在你的面前 祷告的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然后把一切最大的荣耀 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 谢谢我们的敬拜团 今天早晨带我们这么美好的敬拜 接下来我们要来认识 今天有几位第一次在我们当中 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 周妈妈的女儿从哈尔滨来 没有 手上没有单 我们欢迎这个姐妹在我们当中 欢迎 OK 我这边有一对年轻的夫妻 他们有带着小朋友 在后面的这个 baby room 里面 这个是陀凯跟秋月 陀凯跟秋月 欢迎你们 OK 这边有一个弟兄是 Jancy 是吗 在哪里 Jacy还是Jancy 黄 出去了 刚出去了是不是 OK 好 另外一位是张秋霞姐妹 是Nancy的朋友 秋霞姐妹在哪里 各位 欢迎秋霞姐妹 欢迎 不知道有没有 我没有介绍到你今天是 第一次在我们当中 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 或是你很久没有在我们当中 有吗 OK 好 我们从我们的座位上站起来 我们跟我们的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 呼道平安 好 在我们看报告之前 我们还是要继续 我们的周报里面有一张夹页 来 我们把周报打开 里面有一张夹页 这是我们会在七月五号到六号 这个周末的时候 我们整个的台服教会 我们邀请到台湾来的 蔡茂堂牧师 在我们当中要分享重要的信息 题目是后现代浪潮 弟兄姐妹你知道什么叫后现代吗 就是现在吗 我们叫做后现代 是 我们是活在一个后现代的里面 但是我们知道什么叫后现代吗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后现代常常听 但是我们不知道后现代什么 那蔡牧师就会在这两天的时间 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题目 这个七月五号 有讲到后现代的浪潮 然后讲到后现代的建筑 然后的哲学 哲学讲两次 还有后现代要怎么样 在后现代来传讲神的话语 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不仅仅是来听一个讲座 两天的讲座 我觉得我们有很重要的思维 怎么样来改变 我们看见 不是用我们五十年前 四十年前 三十年前的 当然后现代不是从现在 后现代是从19 大概80年 就开始叫后现代 所以现在叫什么 现在叫后后现代 所以欢迎弟兄姐妹 我们外面有一个报名处 或是你如果知道 这个上面也有一个email 我们可以用email来报名 当天来缴费就可以了 帮我们都一起来参加 我们整个台服的这个 灵修会 藉着这样的一个聚会当中 我们重新认识神 在我们身上的意念 认识神在我们身上 要我们去做的事情 明白在我们现在的一个 社会世代当中 我们怎么样做一个 合神心意的仆人 我们来关心 本周教会重要的事项 各位顶修姐妹平安 请让我们一同来关心 本周重要事项 解身心灵的节 健康生活讲座 本主日下午1点半到3点 在中会堂举行 新权施工邀请您 及社区的朋友们 一起来参加 儿童施工报告 6月28号周五晚上 举办五年级儿童家庭露营 并于6月29号周六 与英文家庭团契联谊 报名乡亲 请掐儿童主任Luz 招募2019到2020年 新学年度的 阿瓦娜老师及主教 邀请弟兄姐妹 一起来参与儿童施工的服饰 台语堂牧养会议 将于6月30主日 下午1点半 在118教室召开 会议内容将考论 台语堂主日学 祷告会 周间各团契小组聚会 等各项施工及牧养现况 请台语堂区目 长老 职事 辅导 主席小组长预留时间来参加 暑期短宣 6月30到7月14号 台湾短宣队 前往台服台中关爱教会 及普理教会 带领VBS的服饰 7月20到8月2号 台湾西海岸事工团队 将前往大甲餐与英文教学服饰 敬请弟兄姐妹 为他们带导及奉献 以上是本周的讯息报告 更多详细内容请参阅周报 接下来请让我们一同来带导 为教会祷告 为台湾VBS短宣队 在6月24号到7月5号的行程来祷告 今年一共有10位成员 在台中关爱与普理台服 带领英语营 为他们的准备工作 身体的健康 团队的配搭 与当地同工合作来祷告 为中会堂的装修计划来祷告 求神让我们可以在今年的秋天以前 完成对中会堂的装修更新计划来祷告 请为寻找英文学生事工的传道来祷告 求神为他的教会兴起合适的工人 请让我们同心来带导 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两三位弟兄姐妹 我们在一起 或是就坐在我们的位置上 为了我们刚才所看见所听见的 其实教会的需要 我们的短宣队 我们在寻求 我们在寻找我们英文的传道 学生事工的传道 我们为着这些事情来祷告 或是我们如果心中有难处的 遇见你困难的 我们也来到神的面前 或是旁边的弟兄姐妹有需要的 你也可以为他祷告 愿意我们的祷告成为 那新乡的祭旧来到了神的面前 父神我们谢谢你 主虽然我们有这么多的需要 但是主我们知道你会完全的供应 主今天让我真是 拥有完全的平安 远离犯罪 主免得我再次得罪你 主赐给我你的话语 赐给我你的力量 主当我们看见教会 有许多的需要的时候 主我们真是一一的 带到你的面前来 主为我们的短宣队 为我们的装修 为我们的英文堂 我们许多许多的需要 或是我们在每一个堂会 许多的需要 主我们就来到你面前 来向你祈求 主特别我们当中有一些软弱的 不仅是身体软弱 心灵软弱的兄姐妹 主我们求你真是完全的来 医治他们 完全的用你的爱来包围他们 让主你自己在我们的当中 你带领我们 陪伴我们走每一天的道路 谢谢主 主今天主力传道要在我们当中 释放信息 主求你自己的圣灵 也大大高膜充满他的口 主让他所传讲你的话语 主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 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 Amen 把事件交给主力 兄姐妹大家好 大家平安 感谢主 我们可以再一次 在礼拜天 再一次彼此用神的话 彼此的激励 彼此的思想 也彼此的受造就 今天我们要来思考的 这段经文是在诗篇 其实从上上个礼拜 如果各位还记得 我们主任王牧师 从诗篇的109篇开始 我们接下来几个礼拜 我们都会一起聚焦于诗篇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诗篇是在第110篇 经文其实非常短 但是却有其非常重要的地位 好 那好不好 我们就一起来看这段经文 那如果这个字觉得比较小的 特别在周报当中 已经跟各位 有特别把这七节打了 所以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只有七节 好不好 请 耶和华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 坐你的脚凳 耶和华必使你 从西安伸出能力的藏览 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 当你掌权的日子 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一 甘心牺牲自己 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 耶和华起了誓 绝不后悔 说你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永远为祭司 在你右边的主 当他发怒的日子 必打伤猎亡 他要在猎帮中刑罚恶人 尸首就变满各处 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 他要喝路旁的河水 因此必抬起头来 用节目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阿爸父主耶稣圣灵把揮师 我们在这个地方再一次的献上 我们的敬拜和赞美 主啊 虽然你的话是奥秘 但是主你的心意却是愿意 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 主啊 求你今天借着孩子的口 主啊 能够来对说的 对听的 主啊 一起来说话 主 愿我们得着 你要对我们说的话 以至于主我们能够尊主为大 主啊 愿你今天得到 应当得到的荣耀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诗篇110篇 是整卷诗篇当中 被新约引用最多一次的一篇 虽然只有短短的七节 但是在这个经文当中 如果你待会可以看 反复的咀嚼 就是其实 他可以把这个弥赛亚的属性 清楚地描绘出来 那这篇虽然很短 只有七节 但是我觉得他当中的意义 还有他那个其中的奥秘 其实是非常的大 其实这篇不是那么好解释 所以大家在 待会听到我分享当中的时候 也为我祷告 希望我今天所要分享的内容 可以是照着上帝的心意 来与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首先我们要来看 弥赛亚这个字 这个弥赛亚这个字呢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 它是从希伯来文 这个叫Mashiach这个音译过来的 那其实在希腊文呢 他把它翻成是Christos 那这个Christos直译成中文 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基督 所以呢 弥赛亚跟基督 其实是一个相同的名词 就是前者是来自于希伯来文 那后者呢 它是从希腊文来的 那它总共只有一个意思 它原来的意思是受高者 那我们如果看旧业当中的时候 你会发觉有三种人 他们会被受高 第一个一种人是先知 第二个种人是君王 最后我们知道第三种人是祭司 但是呢 当犹太人他们被掳以后 他们一直在盼望 那个特定的弥赛亚来临 其实他们是希望 由于这个弥赛亚来临的时候呢 可以拯救他们去脱离 这个外邦人的辖制 所以到最后 犹太人他们把弥赛亚 变成一种专有的名词 那个专有的名词 它的意思其实是一位拯救者 那我们都知道 犹太人来讲 对犹太人来讲 弥赛亚是非常的重要 这是他们唯一并且至今仍然在等待的盼望 但是很可惜的是 他们至今仍不相信弥赛亚早已经来到 并且不但已经来到 而且也完成了救赎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 我们要来思考一个题目 是对你对我这些不是犹太人的人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弥赛亚 我们需要弥赛亚吗 你们认为我们的社会 或者是我们的国家需要弥赛亚吗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如何把这个福音 把耶稣基督介绍给这些 没有弥赛亚观念的乡亲呢 我想这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一个无法忽略的课题 弟兄姐妹求主帮助 让我们有时候不要知道 很多有关神的事情 但是我们却不太认识神 在今天我待会要分享的信息当中 期望我能够借着这篇 短短期节的弥赛亚诗篇 使我们能够像 约翰福音所说的 耶稣说 认识你上帝就是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 差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所以第一个部分 我们要来看 弥赛亚是得胜的君王 我会从110篇的1到3节 来跟大家分享 弟兄姐妹如果你还记得在两周前 Benson 牧师跟我们分享的那个109篇 也就是那个咒诅诗大家还记得 可能大家还记得咒诅 可能忘记那个诗了 因为我们人的当中 常常会因为这种敌对的心理 敌对的状况 就是被人家很像不平等 或者是不公平的待遇 导致我们的心理忧闷 所以我们看到109篇 它是诗人向上帝来诉说 自己的困境 那我们看到诗人他用的方式是什么 诗人他用的方式是用祷告来回应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 人活在世上 包含我自己 我们常常是常欲忧患 多受痛苦不是吗 其实我们要借着祷告 来向神倾诉 这才是最好的出路 同时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 也可以让人认识自己 因为当人向神尽情倾诉的时候 我们才会发现真我 看到自己内心深处里面 到底隐藏的是什么 当我们看见了自己 其实会帮助我们 不会再自怜自爱 不会再原地踏步 使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地更像神 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来看110篇的时候 我们看到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语法 在经文一开始 我们看到诗人说 耶和华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 在一开始 弟兄姐妹 我有跟大家分享到 诗篇110篇 其实是在新约当中 引用最多一卷诗篇的经文 其中这一节110篇的第一节 在新约的马太福音22章的44节 耶稣以大卫被圣灵感动的话 来质问法利赛人 耶稣对法利赛人说 以基督是大卫的子孙 为什么大卫还称他是主 他的目的是来借此挑战 当时的法利赛人 他们的弥赛亚观念 在希伯来书的一章12节 其实也提到 希伯来书的作者说 神启程对哪一个天使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的仇敌 坐你的脚凳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很合理地认为 大卫在本篇的当中 他是以先知的身份来说话 那这位主呢 他就是弥赛亚 所以当大卫向弥赛亚 以一种优美的词汇 去叙述其登基的神旨的时候 其实就像在历史当中 犹太其他的君王 在受高或者是加冕的时候 有神的话临到一样 所以第一节 我们看经文 作者说他开宗弥义地指出 耶和华应许这位 大卫口中的主 这位弥赛亚 他必定坐在 耶和华神的右边 那这里这个坐的意思 是有一种 大功告成的意思 其实也展现出一种 君王登上宝座的权威 弟兄姐妹 如果你记得 在许多的圣经经文当中 常常看到 比如坐在宝座上 其实坐在上帝的右边 这是代表那个弥赛亚 至高无上的权威 那个意思也是说 他已经胜过一切敌对的势力 但是坐在上帝的右边 上帝的旁边要做什么呢 经文继续地在讲 上帝要弥赛亚 坐在他的身旁 目的是等候仇敌 当他的脚凳 弟兄姐妹 我想这句话非常的白话 大家知道脚凳是做什么意思的 脚凳是放脚的意思 是吗 所以第一节 我们可以看到 上帝赏识弥赛亚 那个得胜的应许 而是仇敌坐你的脚凳 其实则是预告 这个争战的结果 也就是那个得胜者 将把脚踩在 这个失败者的头上 当然这是一个古代 在形容得胜的情况 那这句话是代表 这得胜 代表弥赛亚将 对这个敌对的势力 这个对敌 甚至是魔鬼 能够全然的制服 他将得到完全的得胜 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 在我们的信仰的旅程当中 是否常常我们会因为 黑暗势力的作为 或者是撒旦所掀起的事 让我们所受的折磨跟痛苦 甚至当我们在经历这些 属灵征战的时候 我们会常常流下难过的眼泪 但是弟兄姐妹 到最后在这一节里面看到 我们做基督徒的 竟然可以看到 撒旦竟然已经成为主的脚凳了 弟兄姐妹 还有什么比这件事更欣慰的呢 所以若是第一节 我们看到神 自然是讲到得胜的应许 接着我们看第二节 第二节说 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 伸出能力的藏来 你要在你的仇敌当中掌权 我们看到第二节 则是在叙述 弥赛亚得胜的实际的内容 首先上帝刚刚宣告 弥赛亚将从西安 也就是以色列当中 能伸出那个能力的藏来 如果我们看到过去历史 不管是不是在犹太 当王登基的时候 他会授予这个权杖 当王把这个权杖伸出的时候 则表明一切都在王的掌权之下 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 当弥赛亚在耶和华上帝的 权力的授予之下 其实他是要来代表 上帝来执行其国度的治理 不但只是要管理以色列众民 这句你要在你的仇敌中掌权 其实它也是一个命令的句子 这个命令其实也带着应许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耶和华上帝保证弥赛亚 他可以战胜仇敌 在仇敌当中来掌权 那我们看到其中这个仇敌一词 在原文中我特别查了一下 它是有被怀有敌意的敌人 围绕起来的意思 我再说一次 这个仇敌它是有被怀有敌意的敌人 围绕起来的意思 所以我们看到 当王在仇敌当中掌权的时候 这些仇敌就会归顺 不再抵挡 不再作乱 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或许你是把它当成预言性来看的 但是我看到这段经文 不仅仅是将来预言性的 其实我们也可以运用在今天 当教会在这个黑暗的势力当中 为主发光的时候 很多时候好像基督徒或者是教会 就在被这些怀有敌意的敌人围绕起来 不是吗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其实不要气馁 我们更不要胆怯 我们看到耶和华的应许是什么 耶和华是全能的上帝 他必定借着耶稣基督 从西安生出那个有能力的权杖 在敌人当中掌权 阿们 所以我们继续来看第三节 第三节他说 当你掌权的日子 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一 甘心牺牲自己 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 这段句子则是在表示 这个叙述得胜的盛况 我大概整合这段意思是说 当有一天弥赛亚必然掌权的日子 而当弥赛亚为我们征战的日子 必然有如清晨的曙光 当他来的时候能够把黑暗击除 全地能够得到光明 那最重要的这些跟随弥赛亚的众人 他们也会像甘露的一般覆盖大地 并且他们会甘心乐意地以圣洁为装饰 为敬畏 并且顺从神的权柄 弟兄姐妹 讲到这边 我不知道你们对这段经文 有什么今天的应用 但是我要跟各位分享我自己的得着 我是一个很喜欢看电影的人 有时候我们的信仰的历程当中 我不知道你们会觉得 我们的信仰历程就像是一场电影 我特别喜欢看哪一种电影呢 我喜欢看这个中古世纪的战争情节 特别像这个魔戒系列的电影 当我们看到这个魔戒当中 这种庞大的邪恶的势力不断地扩张 这个中土各族似乎是节节败退 弟兄姐妹 当你看这个情景的时候 很像那是一种极之绝望的处境 但是 但是 就是有这一群在人看起来 是极其微小的人 他们却勇敢地愿意挺身 去挑战这个势力 于是他们组成了魔戒团队 其中呢 他们经历了许多不幸 或者是非常幸运的事情 最后剩下两个人 那这两个人呢 成功把魔戒带到了末日的火山 故事的情节最后是这样子 在还没有讲情节之前 请问有没有人还没有看过这个电影的 大家都看过 有人没有看过 好 没有关系 今天就要跟你说一声抱歉 但是 这个结果其实 只是一个结果 那个电影的本身是很好看的 在最后的时候这个结果 就是这两个人在火山口边 因为那个魔戒诱人的力量 迷惑了长期带着他的人 于是呢 这两个人他都不愿意去毁灭他 反而他们两个人要争夺这个魔戒 就在抢夺的过程当中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魔戒就掉进了火山当中 这个邪恶的势力就这样被毁灭了 弟兄姐妹 这段电影的情节 有时候我想就像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信仰的历程 我们回来看 仇敌虽然利用十字架的酷刑 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受尽了那个痛苦 还有折磨 甚至加上羞辱 但是耶稣却是至死地而后生 这些原本加注于他的那个羞辱 竟然在最后去成就了那个荣耀 我们看到撒旦的伎俩 本来原本就是要迫害耶稣基督的救赎 但是到最后 他反倒证明了耶稣 就是那个再来的君王 他必施行那个审判和掌权 使那个绊脚石 最后变成垫脚石 我很喜欢有一个故事 他的故事是这样说的 他说有一个主人 他牵着一只驴子 他预备要到一个市集上面去办事情 半路上这个驴子很不小心地 就掉到水井里面去了 那这个主人急忙要找人来帮忙 无奈他叫了半天 没有半个人影 所以呢主人很舍不得 那个驴子因为掉到水井里面 连连发出那个哀嚎声 于是他向着水井对这个驴子说 啊驴子啊驴子 我无法救你 但是我又舍不得你这个哀嚎的痛苦声 所以呢我要铲土来把你埋了 我要了结你的痛苦 所以呢这个主人就一把眼泪 一把鼻涕的 他就一直拿着铲子 一铲一铲地把这个土往这个井里面扔 那土就一点一点杀在驴子的身上 但是很有意思的 当这个驴子看到土杀在他身上的时候 他就抖一下 他就抖一下 抖到最后呢 原来这个驴子却因为这个本来预备 要埋他的土就渐渐地伸到井口去 于是到最后 他竟然就跳出来了 他终于得救了 这些土原本是要掩埋这只驴子的 但是后来却成为他的垫脚石 弟兄姐妹 我们思想在我们当传福音 当我们在讲述耶稣基督的时候 当我们面临因着这些事 而遭遇到的苦难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在奔跑天路当中的时候 我们常常也会有这些 大大小小的绊脚石 如果我们将这些的石头 慢慢堆砌起来 有一天你会发现 这些原本变成 当这个我们的绊脚石的东西 却会变成我们的垫脚石 这些垫脚石 让我们可以眺望得更远 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好 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恩典的美景 我们看到因为弥赛亚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掌权 并且已经为我们得胜了 Amen 第二个部分我们继续来思想的是 弥赛亚是永远的祭司 这第二个部分 我要用诗篇的110篇的第四节 来跟大家分享 在第四节当中 诗人说 耶和华起了事 绝不后悔 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 永远为祭司 耶和华起了事 绝不后悔 他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 永远为祭司 耶和华起了事 这个起了事在原文 它有一句 这个意思是一句不可改变的话 甚至它有言出必行的意思 所以我们看到这句绝不后悔 其实前面那个启示的注脚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句话的意思是强调上帝话语的可靠性 也就是说 弟兄姐妹 神的话是可靠的 神的话是不变的 神的话是势在必行的 在继续解释这段经文前 我必须要跟各位说一个背景的说明 我们知道在诗篇里面 其实有很多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 许多人称之为弥赛亚诗篇 由于他必须对照新约 能够照着新约所给的亮光 才能够知道这句诗篇 或者这段经文是指着弥赛亚说的 所以有些旧约的学者 他们由于强调这个写诗的背景 或者是这个诗在当时产生的情境 所以他们就不把这些弥赛亚诗 特别归作一类 他们只强调这样的诗叫做王室诗 那个王室诗的意思是什么呢 即便就是叫做 他是为了遵从君王所唱的诗 然而虽然这个弥赛亚诗 就像我们今天念的这段 跟王室诗其实是有一些的重点 但是事实上他们并不完全一样 那旧约有许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 这些我们都要记住 他们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并且记录在新约里面 所以当我们只看旧约不看新约的时候 我们不太明白或者是确定哪些的经文 是在指着耶稣基督 但是如果你把旧约 所有的旧约基督化的时候 你认为旧约每一个地方 都是为了弥赛亚的预言 或者是预表的时候 弟兄姐妹我们会发现 这样的解经方法 其实也很难被旧约的学者来接受 所以看到比较中肯的做法 就是当我们看到弥赛亚当中 这个经文是不是指着弥赛亚所说的时候 我们要对照新约来看 因为只有新约有明白引用的 我们才可以算作是弥赛亚预言 所以第四节我们看到 他下半段他提到了这位主 这位主也就是弥赛亚 他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为基督 为祭司 弟兄姐妹 我们不知道你对麦基喜德 到底有多么的熟悉 其实麦基喜德在旧约的创世纪 他只有突然的出现一下 就马上就消失了 第二个经文就是在诗篇当中出现 的确这个麦基喜德 如果你只看旧约 它是非常一个神秘的名字 我们看到麦基喜德和亚伯拉罕 初次相遇的时候 是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当中 他在击杀这个鸡大老马之后 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 出来迎接亚伯拉罕 为了来表示友谊 他以至高神的名义 赐福亚伯拉罕 歌颂神让亚伯拉罕打了胜仗 这段经文是记得在创世纪的 十四章十八到二十节 之后亚伯拉罕就把他所得的 拿出十分之一 他献给了麦基喜德 那透过这个行为 其实亚伯拉罕在暗示 他承认麦基喜德 是在属灵职份之上 高于自己这个祭司的职份之上 另外我们看到麦基喜德 如果你看圣经 他不但是一个祭司 他更是当时的撒冷王 那知道 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撒冷是哪里吗 就是耶路撒冷 所以就是之后他是耶路撒冷王 所以有一个很值得我们要注意的 就是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 弟兄姐妹 君王跟祭司 他一直是一个互相不隶属的职份 如果你还记得旧约 通常君王跟祭司的职份 他是必须要分开的 我们甚至看到当乌西亚王 他因为权势很强的时候 他要自己来献祭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 所以神以麻风病去击打乌西亚王 为的是因为他冒犯了大祭司的角色 所以我们看到在历史当中 在犹太的历史当中 君王其实是代表上帝在地上执行王权的 那祭司呢 祭司却是代表人 也就是你我到神面前去的 所以当大卫在这篇的经文当中宣告的时候 提到这个麦基喜德弟兄姐妹 我认为是一个很不寻常 并且有其相当特别的意义 我们看到麦基喜德又是君王 他又是祭司 当诗人提到这位主 也就是弥赛亚 他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永远为祭司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 其实作者是要在这里去刻意地凸显 这位弥赛亚的职份 他的意思是弥赛亚就跟麦基喜德的等次是一样的 当这个麦基喜德 他是集君王跟祭司的身份 同样的这个弥赛亚也是集君王和祭司 这种双重 而且是集其荣耀的身份为一身 特别我们看到在先知 撒加利亚 在撒加利亚书的六章十三节 撒加利亚说 坐在位上掌王权 又必在位上做祭司 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 来得到印证 所以我们若只看到旧约里面 对麦基喜德的记载 我们其实不太容易从诗人借着麦基喜德 去代表基督耶稣的定位 但是这个主题呢 却在新约的《希伯来书》当中得到重复 那就是麦基喜德和耶稣基督都被认为是公义和平之王 透过麦基喜德这个独特的祭司的定位 作者就展示出这个基督祭司的新位分 甚至在《希伯来书》的六章二十节 他说耶稣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 我们看到中文这个等次的用语 它通常是表示那个神职的顺序 但是在麦基喜德和耶稣之间 弟兄姐妹如果你去查考旧约 甚至我们看到在这个间隔当中 其实他们没有再提到任何人 甚至有学者大胆的假设 这个麦基喜德和耶稣其实是同一个人 或许这样的假设可能会去解决这样的异常 但是这样的话这个等次 其实我们看到它可以更贴近地去翻译成为体系 也就是说主耶稣是照着麦基喜德的体系 成了永远的大祭司 那这个体系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它是永久属于神 并且只有神 那这句永远为祭司呢 这代表这个职分它是永远不会终止 它是无人可以取代的 以至于这个位分 比任何在地上的君王 甚至还有祭司更加的尊贵 弟兄姐妹 我们都知道圣经当中蕴藏了许多的奥秘 那其中的奥秘就有如这里面所提到的 这个弥赛亚 同时他是君王还有祭司双重的身份 不仅可能当时的大卫王不太明白 以至于在今天 你跟我也许也不是很明白 这其中的含义 我们如果看希伯来书 在新约当中 希伯来书的十章 十二节到十三节 它是这样的记载 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他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 从此等候他仇敌 成了他的脚凳 弟兄姐妹 所以感谢主神赐下新约 到了新约以后 我们就可以明白 原来耶稣为自己献上 献上自己为祭之后 他就诚然担当了我们的缺失 他完成了代表 神跟人和好的任务 这是一个伟大不朽的行动 弟兄姐妹 我们若举凡看这些 在历史当中 伟大不朽的杰作 都是这样 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在看 听流行音乐 流行音乐的曲调 它似乎可以重复地产生 再变成另外一个调子 再唱出来 但是请问 有谁能够重复 贝多芬的第五 跟第九交响乐章呢 我们常常看到 不管是在杂志上 或者是在节庆卡片上 常常有许多的字句 和诗词 人们都可以抄袭 更换 甚至重写类似的作品 但是请问有谁 能够重复 莎士比亚的戏剧 绝句 或者是这个诗人 叫做河马 他用六音诗 写成的史诗呢 我们看到这些都是不朽 之作 也就是人没有办法再重复 做出来的 我们看到天才的作品 人岂能抄袭跟写作呢 弟兄姐妹 同样的 当我们的耶稣 献上他自己 当作活祭 也是如此 他的献祭 是永恒 不改变 他是一次做完 上帝承诺 并且不能够再重复 而且是无人能够取代 感谢主 因此我们读了这段经文 所以从今以后 我们在主里面是有盼望 因为我们看到 我们的主甚至愿意 有麦基 洗得如此独特的定位 来为我们担当软弱 补足我们所欠缺的 以至于我们一生 都能够有盼望 不再被神定罪 第三个部分 弟兄姐妹 我们继续来看 也是最后一个部分 是在诗篇的110篇的5到7节 是弥赛亚士得胜的勇士 从第五节开始 他说 在你右边的主 当他发怒的日子 他必打伤猎亡 我们接下来看 在这里的这个主 跟之前的主 抱歉 这里的主跟之前的主 在中文里面 其实你没有办法分辨 那个希伯来文字意上的差异 特别我们要再注意这个地方 这里的主 在原文里面 是指着亚威 也就是耶和华上帝 所以耶和华神 他是这段的主持 当你看了 我们的周报上面 那个经文 如果你对照一到二节 你会发现 这两段的经文 其实是在相互呼应的 一开始是大卫的主 也就是弥赛亚 坐在耶和华的右边 在这里是指着 耶和华在大卫的主的右边 这里面在强调什么呢 强调神 也就是我们的弥赛亚 对不起 神就是我们的上帝 耶和华 跟我们的王 弥赛亚是很相近的 这表示他们的关系 是非常的密切 那在原文那个打伤 不单单只是把人打伤 那个意思而已 他也有打伤 或者是粉碎的意思 所以这句话讲到是说 当耶和华他的烈怒 临到的时候 他必将粉碎 这些敌对的势力 使这些敌对的势力 没有办法再发挥 什么样的效果 那我们继续看第六节 第六节其实是 连续的上一节 他说他要在 列邦当中去刑罚二人 那尸首就遍满各处 他要在许多的国中 打破仇敌的头 我查了一下这个刑罚 他在原文 他有那个审判的意思 那在许多国中 去打破仇敌的头呢 那我们看到 头是什么意思 其实头 它是首领的意思 那有一句话 它叫做重创头颅 这是从犹太 这个希伯来文翻译过来 重创头颅 其实是犹太 当时的一个 很流行习惯的用语 它的意思就是说 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 就是要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的景象 我们在旧约当中 常常看到神击打人 不是吗 所以当第六节的意思是说 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 神不但要击打列国 并且神要使敌人的尸首 遍满在列国的各处 那在许多的国中 他要击打仇敌首领的头 最后第七节 诗人说 他要喝路旁的河水 因此他必抬起头来 在这个当中 这个主词又变了 他 我猜想原文 应该是显然的是指着人 而不是指着神 因为若是指神 我们的耶和华神 他必定不口渴 耶和华是神 他在天上 他是自有拥有的 他不会疲倦 他当然也不会肚子饿 那么他哪需要 喝路旁的水呢 所以弟兄姐妹 看来这里所指的 是不是跟耶稣 成为人的样式 有关系呢 是不是跟主耶稣 基督所扮演的角色 不谋而合呢 而抬头 他说 必抬起头来 则是表示 弥赛亚已经得胜的标记 所以这节的经文 其实象征性的语法 大过于实质上的语法 那在第五跟第六节 其实是在表述这个弥赛亚 征战激烈的景况 但是我们看到第七节 就算是尊贵的弥赛亚 他的身份是君王也好 他的身份是祭司也好 他的身份是战士也好 这个他 曾几何时 也跟我们人一样 必须以人的身份 活在地上 因此他需要喝路旁的水 但是经文 他说 他最终必定能够抬起头来 全然得胜 高唱凯歌 得到最后的胜利 那这个经文特别的地方 这似乎没有结束 我们看到经文 停在这个抬起头来 弟兄姐妹 一个失败的人 不会抬起头来 是吗 那必定是得胜的 所以我们看到抬起头来 是一个得胜 是一个昂首 给了我们一副 很像继续抬着头 不断向前的画面 那我们知道 历史是 时间是继续的向前走 但是我们继续会走往 这个神带给我们的得胜 其实我们都知道 弟兄姐妹 在新约的当中 我们都说神是爱 神是宽容 甚至我们常常讲 他不愿意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但是我们看到 在经文当中提到 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 其实那就是 弥赛亚再临的时候 弟兄姐妹 当他再临的时候 就是主即将在全地 审判掌权之日 所以当主耶稣 为了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面 并且三天后复活的当下 那个当下 耶稣已经得胜了 阿们 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魔鬼 只是在做苟延残喘 并且他是在做 垂死前的挣扎 所以弟兄姐妹 就像我一开始所分享的 我们必须再一次思考 上帝为什么在旧约 就先预告 弥赛亚得胜掌权的事情呢 不要说耶稣还没有降生 甚至你我都还不知道 在哪里的时候 弟兄姐妹 这个预告 对今天你 对今天的我 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们看到 在约翰福音的 一章三十四节 当施洗约翰 看见耶稣受洗的时候 他说我看见了 就做见证说 这就是上帝神的儿子 弟兄姐妹 从那个开始 从那个very moment开始 那个就是一个新的 纪元的开始 因为在旧约当中 有许多有关于 弥赛亚的预言 都在施洗约翰 见证耶稣受洗以后 得到了印证 而且我们看到 耶稣不但是上帝的儿子 他更是上帝 送给我们的礼物 为了要除去我们的罪 为了可以借着他 我们可以到父那里去 弟兄姐妹 我要说的是 弥赛亚已经来了 他已经照着上帝的吩咐 完成了任务 并且照着代表上帝 已经成就了一切 那对我们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对我们最大的意义就是 上帝说到做到 并且我们要以信心去接受 并且相信神已经得胜 已经掌权了 因为我们的信心 弟兄姐妹 是大大能决定 我们该如何面对 每一天各种的挑战 在信心的最后 我要以一个故事来做结尾 有一个高空钢索家 他的中文翻译叫做班迪尼 他有一场要横跨 尼加拉瓜大瀑布的 一种高难度的演出 他要从尼加拉瓜瀑布的 加拿大的这一头 走到美国的那一头 大家知道高空钢索家 是在做什么是吗 所以瀑布的距离 我们都知道是非常的长 这个尼加拉瓜的风向 也难以掌握 所以当报纸刊登这个消息的时候 全国轰动 在表演当天 这位钢索家 他拿着这个平衡感 观众注视他跨出的第一步 他走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来了一阵风 哇 这个风吹得这个钢索 摇晃得非常厉害 底下其实没有保护网 只有那个冰冷的激流 他试着去稳住自己的步伐 他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在当时的气氛 其实是非常紧张 这时候在观众席当中 传出了加油声 一下子所有的观众 都同声地喊着说 班迪尼 班迪尼 就是意思说加油 加油 这个钢索家他受到非常大的鼓舞 他继续地往着美国的那一边走 他到了美国那一边以后 他说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 他要为这些人再走一次 那这次是从美国这一头 走回钢索到加拿大那一头去 他大声地问这些观众 他说你们相信我能够走回去吗 观众怎么回答 当观众当然说相信啊 他又问了一次相信吗 这些观众同样地回答 他说我相信 那这个班迪尼从头到尾 总共问了三次 你们真的相信我走得过去吗 大家激动地喊着说 班迪尼 我相信 我相信你一定走过去 当他问完了以后 大家安静的时候 他看过每一张热情的脸 突然他问到说 既然你们这么相信我 你们中间有谁愿意 坐在我的肩膀上一起过去呢 大家突然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就是没有人回答 班迪尼再说一次 他说你们现在冷静的反应 怎么跟着刚刚那种热情的变化 也变得太快了 你们是不是不相信我呢 他又再一次地向观众挑战 仍然没有人回答 最后 有一个瘦小的观众 举起手说 我愿意试试看 结果这两个人 就走在钢索上 他们顺利地回到 加拿大的那一头 当他们到了以后 观众群起欢呼 他们接受了更大的欢呼 在最后 事后人们问这位 坐在他身上的观众 请问你怎么有勇气 敢坐在他的身上 这观众回答说 因为他是我的爸爸 弟兄姐妹 当我们称天上的父 为阿爸父的时候 我们真的有活出 像这高空钢索家 小孩的信心吗 其实我们有时候 也会怀疑神的智慧和能力 特别是对这些 日常生活当中许多熟悉 甚至是熟的 不能再熟的 平常的细节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期待 如果我们没有相信 上帝即便他预言了 但是我们没有相信 神会帮助我们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会常常 错过他改变我们 生命的奇迹 弟兄姐妹 耶稣刚来到世上的时候 不就是这样子吗 即便我们期望在 每日与主同行的历程当中 弟兄姐妹 求圣灵帮助我们 也可以经历 这位弥赛亚 为我们带来的光明 要不然 神的预言 永远留在圣经里面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靠着弥赛亚 能够带给我们 更多的生命 很帮助 我们低头来祷告 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请我们 收封信的同工 可以到前面来 主啊 是的 主你的话 是一个奥秘 主啊 若是孩子没有照着 你的心意 在分解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 主啊 求主你怜悯 也赦免我 但是主 若是这是你的心意的时候 主啊 借着你自己的预言 再一次来激励我们 主让我们在每一天 生活当中的时候 主让我们的信仰 不只是一个观念 主啊 让我们的信仰 可以成为是一个信念 主让我们可以 真的有信心 当我们说 主我们相信你父啊 你已经为我们 成就了一切的时候 主帮助我们 能够有更多的信心 主 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 那个带有信心的生命出来 主啊 帮助我们 主啊 我们在这个时候 也要 主啊 将我们所从里面领受的 主啊 来奉献给你 主啊 愿你悦纳 主啊 求你继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来掌王权 基所谓 祷告奉 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接下来我们用这首诗歌 我们来当回应 麻烦我们同工 天下来我们来用这首诗歌 在基督里借着福音 同为圣后子 同为一体同为一体 我们再重来一次 我们从头来外事以前 丢前本名其起礼好不好 万世一切在圣灵里面 有一个奥秘 大战神在找人来做圣灵儿女 在基督里借着福音 同为圣后子 同为一体同我应许 主我相信 主我相信 丢前面我们一起宣告 相信你的爱 相信你的爱 你的应许 主我相信 主知道我们相信 主我相信 主帮助我们相信 你比成就光芜 我们再一起宣告 主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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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你的爱 你的应许 主我相信 你比成就光芜 我地 我们请音乐继续 弟兄姐妹 我们有虽然时间已经快到了 但是我相信 今天每一个神 人与我们同在的时间 都不是偶然 我不知道你们是用怎么样的心情 来看诗篇 好不好 但是我们今天在信息结束之后 我相信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步骤 我们要做的就是 我们必须要 以行动来回应神的话语 在几千年前 神的预言 到底对今天的我 有什么样的意义 求主帮助我们 让神的话 不仅仅是留在圣经里面 祂也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产生果效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我能够相信 弟兄姐妹 这太重要了 如果你相信 只是留在你的知识当中的时候 你就会像那些 站在悬崖当中 看着那个高锁锁家 在走的观众一样 我们的信仰里面 到底我们是知识 还是我们是信念 弟兄姐妹 包含我自己也在内 好不好 接着这段经文 接着这段诗歌 我们再一次在神当中 我们一起来开口向神求 就像在当中 圣经当中说 主啊这个 这个爱慕的父亲说 主我信 但是我的信不够 神知道 神知道 以至于 祂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了 祂承然担当我们的软弱 好不好 在这个当中 弟兄姐妹 你自己来向你自己祷告 你来向神求 你在生命当中 还有许多的疑问 还有许多的困难 还有许多的软弱 但是主耶稣都不轻看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 你必须相信 祂能够改变 祂已经掌权 祂已经得胜 好不好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为自己祷告 好不好 在今天你就为自己祷告 有更多的信心来面对软弱 有更多的信心 能够来面对挑战 哈利路亚 好不好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请我们金带团队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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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唱这个务歌 不管你正在面临 在困苦 在身份上面 在身体上面 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 主要帮助我们相信 主要帮助我们的 祢的话语可以相信祢的话语 是的 主帮助我们相信 主要帮助我们相信 祢必成就关乎我们的 我们再一次的宣告 主帮助我们相信 主要帮助我们相信 主帮助我们相信 主啊 祢已经为我们预备 那个最美好的 主啊 祢这是祢的应许 主 祢已经为我们赞下 那个比赛耶稣金 主我们就能够靠着祂的化身 祢必成就关乎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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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爸父主耶稣基督圣灵 这个宗宝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当中 主啊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去相信祢 主啊 特别在今天 主啊 若是有人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福音的时候 主 祢就在他们的心里面做工 主啊 因为这个信仰 主啊 这个美好的福音 主啊 是从祢开始以至于 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来领受 主啊 若是在我们当中已经信主很久了 主 再一次地提醒我们 主啊 让我们的信仰不再只是观念 主啊 让我们可以成为那个信念 以至于主 我们能够在困难当中 主 我们仍然不惧怕能够向前奔跑 哈利路亚 主 已经为我们得胜了 主啊 魔鬼已经被跌在 丢在火壶里面了 主 祢已经因我们 主 祢已经真的是践踏这些邪和邪子 主 以至于我们就要凭着信心来向祢欢呼 主 是的 主啊 帮助我们有更多的信在祢的当中 主 这个时候我们也要 主啊 来祝福这些弟兄姐妹 主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主啊 天父上帝的慈爱 和圣灵的教终团契 主啊 不但如此与他们同在 主 祢那个从天上来的信心 主 祢也大大的教练他们在身上 主啊 从今天开始 直到我们见主的面为止 这是奉耶稣的名赐福 我们一起说 阿们 哈利路亚 主 今年的机会我们就到这边 主我相信 我们归荣耀给我们的神 主我相信 相信祢的爱 愿意的灵神 主我相信 哈利路亚 主持人我们相信 主我相信 你必成就关乎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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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哈利路亚 阿们 神必成就关乎我的 也关乎你的事 愿荣耀归给神 阿们 阿们 谢谢主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谢谢主 天父上帝 谢谢你 记得今天我们一起团祭的敬拜团 主到我们再一次的当中来敬礼你 主是的 主你是大而可畏的神 主你也是满有能力的神 主啊 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服事当中 每一个礼拜的服事当中 主让我们真的是从你那边一点一点的 主我们就得到更多的信心 主啊 以至于我们能够靠着这个信心 主啊 过得胜的生活 谢谢你 主我们就先上感谢 愿你赐福每一位敬拜团的团员 哈利路亚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谢谢 谢谢主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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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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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谢谢大家